那麽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四十一至四十二节 一有日的荣光 月有月的荣光 星有星的荣光 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 所种的是必扭坏的 复活的事不扭坏 你见到我顺女成章 我去到Southbury 这些故事 听到真的很美好 但你有没有想过 当时我面对的时候 我勇于面对的东西 甚至将它减轻一百倍 你们都未必够敢勇于面对 而这样过了你们一生 是吧 所以你们要懂得 当你懂得 当时我不知道最重要的是性格 我真的不知道 现在知道我保命都要死了 那些 快来主就回来 那边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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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又上天堂 最后七年大灾难 面对基督律 最后这一句都要认主 现在还不认主 不认主又死 认主又死 认主又死 认主又上天堂的死 是吧 那你现在精了 你知道这个秘密 你可以这样去做 但当时我不知道 是吧 面对死亡 面对绝路 至少我当时的年纪 觉得是绝路 我愿意去做的话 那就是神欣赏 但是我们当然以为神欣赏 但是神为什么欣赏 因为他创造人生 我们一生 就是使我们有神的形象 所以当时神欣赏 这样都被你遇到各种感觉 这样都被你忙正 那种神太开心的那种 我现在就明白了 因为当时是宝谷 你现在看见是神的宝谷 刚刚有一个学校 一送就送去Gradtiting 那种原来跟香港又有关系 是灵恩的 就开始整个故事 但是你要看到 原来是 其实可能神对很多其他人 他都想报局 不如怎么报 根本第一步就倒下 但是我第一步就踏进去 但是神就成为一个很有趣 就是将我一生 就变成一个很有趣的写照 给你看见 但只不过现在 我们一直不知道 这个写照究竟 真贵在哪里 为什么这么重要 为什么这么合神心意 现在你知道了 原来是Personality 我们走完这个世界一世 但是走完这个世界 其实最不容易变 和最难变 也就是因为最不容易变 和最难变 所以最多长相 就是我们的性格 也就是因为我们的性格 而到此 我们最难遵守真理 所以你看见 所有真理根本就是 暗示最重要是性格 其实可以有真理根本就是 其实一直暗示就是性格 其实全部都是 你想想想 只是说 你看见女性 你心里面犯奸淫 你已经犯奸淫 这个不正 你明白吗 你改这件事 你改多重要 你在性格上 你要自己和内心 自己讲多少说话 还有你要多少斗争 即是你没有这样的Personality 但是神要你 在内心里面要有 其实主耶稣已经提出很大的提示 但是 他也没有将他 贴到利益 说过 神从来没有将利益 说过 但是反过来 你会看到神 总之哪个性格不好 做了皇帝也要他死 是吧 即是素罗 死 每一个性格不好 摩西你法庭 死 是这样的 真的这么怪 他永远没有将性格和利益 但总是在某方面 最厉害的神的仆人 那些性格都不能斜屁 不能扭曲 否则就会审判 其实阿伦两个儿子死 是因为难的 其实你想清楚 如果以你两个儿子死 是因为他真的有犯奸淫 有贪心 但阿伦两个儿子是难的 明白吗 你逐点 你急 要去厕所 你找他近一点厕所 这个就是人之常情 对吧 但是宿灵的东西可不可以难 其实他用凡火 我问一下你 其实 凡火和圣火 在当时来说 是差了多少部脑 你知道吗 在会莫的尺寸 其实来回是没有五十部脑 他就是因为这样死了 你真的想清楚 那是性格的懒惰 所以连懒惰也要死 要在神的同在面前 所以摩西为什么要 他发脾气也要死 所以 原来去到至性所的时候 你以为 你要有很多这些 但其实是性格 真理底下 拥有神的形象 的性格 才有资格入至性所 其实那里也是体性性格 是吗 所以永恒里面 为什么我们会进入 而世界没有资格进入 因为世界没有资格 因为他没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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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神这么厉害的同在 面对我们这么厉害的同在 他们根本没有资格 越有越的荣光 星有星的荣光 这星和那星的荣光 也有分别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 所种的是必扭坏的 復活的是不扭坏的 在永恒星年 愿更靠主身边 将身边 不自然 无缘 无缘 愿径拍照 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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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前轮没归 尽我心天带 在圣所献祭 言声 我太奉献